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我們的 歡迎我們的健檢醫師 歡迎 耶 什麼時候會難以 我們國光高校很會選啊 哇 太好啦 我們都是病啊 是啦 好棒... 你們好 嗨 大家好 先幫我們跟同學介紹一下 對... 大家好 我是 老師老師 妳要介紹 那我的專長是 當然就是眼睛啊 然後現在因為大家都很喜歡用手機 所以現在我的病人從 零歲到一百歲 對 只要會有眼睛的 會滑手機的 對 都是我們病化的族群 那我本身的專長是做白內障 跟視網膜病變 視網膜病變跟使用手機也很有關係 對 你手機看太多 你視網膜就破裂脫落 是這樣嗎 視網膜會破裂跟脫落嗎 視網膜會破裂 不過這個跟 就是還是跟本身的條件 譬如說你有高度近視 比較容易會有視網膜破洞 那看手機看比較久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可能就是 就是提早擺內障啊 仇哥 你小心喔 仇哥 仇哥 靜視很深了 好 然後有一次看暑機的影片 那要講一下視力吧 那兩位 譬如 妳的好 妳學好 有 我自身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遇到眼睛很小的人啊 你們會不會很難檢查 妳是說我喔 我先送眼睛 什麼意思 我剛剛說很小 對 心臉很小還是眼睛很小 眼睛很小的 會不會我們檢查眼睛 其實會用一個顯微鏡檢查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眼睛打得開 就可以檢查 有那個撐眼氣不是嗎 有有有 可是 這真的會用打 撐眼氣 就像脫荷到外面 通常我們 永遠不能睡覺 也會用在嬰兒的身上 譬如說嬰兒 他要檢查一些先天氣的記憶 我們會用撐眼氣撐 那一般的大人都是 就是只要眼睛稍微打掉 一點點 對 打得開 然後稍微忍一下 我們用手撐就可以了 意思是我有問題 那個網路上有一個圖片 不管是洋裝 或者是那種球鞋白色的 或者是灰色 或者什麼色 為什麼會看出不一樣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 這個問題非常的有趣 這個是 反而我反經 然後這個是 他們說 像我看到的是藍色 為什麼說有人會看到 是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 就是說看到藍色的請舉手 就是 我看到是藍色 我也是藍色 妳是什麼色 我白金耶 白金 真的假的 真的白金色嗎 藍色的 怎麼可能會白金來 這邊又一個白 有沒有變色的 就是 一揚眼的 一揚眼 我都不知道 不是看得到嗎 我還可以 都可以啦 這可以調控的 妳其實腦中可以調控的 所以妳調一下 那是藍色 後來變白金色 妳是可以調控的 什麼會這樣調 因為這是一個宗教的問題 一揚眼 信仰 信仰的問題 什麼意思啊 怎麼會這樣 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 因為其實眼睛它是一個感官而已 那我們把訊號送進去之後 其實解讀的地方在大腦 那大家都有用過照相機 現在照相機不是都可以調完 照完之後可以調色嗎 調一個白平衡 妳可以把它調亮 或是調暗 那所以呢 我們的大腦有時候會有點雞婆 它就是把那個燈光 補進去那個照片裡面 然後妳的大腦就自動擺 覺得是什麼顏色 就會覺得它是白金色 那如果這個 妳的大腦沒有那麼雞婆 它看到的其實就會比較是藍色 那其實這個 妳就是把那個照片的左下角 沒有燈光的 就是那一張 只看左下角 左下角 對 這一塊的話 它沒有燈光的 就是那種 影響 應該 你把它剪下來看 應該就是 大部分都會是藍色 那也有的人 也有的人他會變色 就他的大腦就是比較 聰明 比較 對 比較厲害 它可以轉化 它可以就是告訴你 轉化 不假的啦 手機這樣子 或是我可以調白平衡 然後再把它調回來 我剛剛看到七彩的 那個是宋七力啦 其實不管看到白色是金色 妳的眼睛都沒有問題 現在不是很流行就是打雷射 然後就以後不用戴眼鏡那種 近視雷射手術呢 它其實要看你本身的條件好不好 家裡的經濟條件是不是 它有沒有錢 沒有很貴啦 對 它就是說 你的角膜如果太薄 或是太平 或者是說你的度數 對 角度也有關係 或是你度數本身就很深 或是你眼睛不是因為近視 是有其他的病變的問題 就不是了 那跟歲數會有關係嗎 有 比如說建議幾歲之後 就不太可能動 因為通常大概四十歲以後 就會開始出現老花的症狀 所以你要是解決完 你的近視的問題 你接下來要面臨的就是老花 醫生 一定不行 這裡有記者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老花可不可以做雷射 第二個 沒有近視的人 是不是老花會比較加重 就是說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老花可以雷射 老花可以雷射 但是老花的雷射沒有辦法持續很久 因為老花它是變動的 就是說你可能今年跟五年後跟十年後 你的老花的度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能做了撐五年之後 你可能五年後你老花又來了 然後五年後又突然看得到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想做近視的事 就是建議 條件可以的話就 早做 早享受 就不用再戴 那沒有近視的人是不是 老花會比較嚴重 那個就是另外一種 就是說症狀 就是說沒有近視的人 他是先享受 後面要戴眼鏡 那有近視的人呢 其實大概近視 就是一百度到兩百度左右 他的看鏡的舒適度是最好的 所以假設你有一兩百度的近視的話 你到可以撐到大概 對 反而就是你看鏡的時候就會覺得 其實還滿舒服的 不用戴老花眼鏡 我有點不懂 老花就是遠視嘛 老花它其實是 我們眼睛的肌肉無力 就是你沒有辦法 跟遠視不太一樣 對焦距 對 跟遠視不太一樣 雖然它的度數配起來跟遠視很像 可是其實它的原理是因為 你的眼睛調節力不夠好 來 我們測試吧 來 測試 測試 來 看 準備一個小遊戲 這個遊戲呢 可以測你的那個 視覺敏感度 好喔 有沒有同學要上來 你看 好帥喔 好帥喔 最敏感的就來了 在哪裡 這邊 這裡 這裡 不要偷偷手機 不要偷偷手機 對 那我要看手機嗎 對 今天講遊戲規則 這個就是它等一下會出現很多色塊 然後這個色塊裡面會有一個 跟大家不一樣的 對 然後會越來越多色塊 好 別的沒有就是色就對了 好期待喔 預備 看Play對不對 Play 開始 簡單的 就簡單 很快 等一下就完蛋 越來越來越 好強喔 沒有 很厲害 很厲害 開始 找不到 有 看到了 看到了 又看到了 說什麼 等一下 看到嗎 等一下 看到 有了 看到 又看到了 不行 我不行了 等一下 它滿厲害的 2 完蛋了 這個好 它是按摩 它不一定對吧 對不對 這個一樣吧 它不一定對吧 沒有 它不一定對 它不一定對 不一定對 沒有 不對 它不會跳 但是會 一定會對才會下一個 真的啊 這個找不到 有啊 看出來了 有啊 你在幹嘛 全部都要按 全部都要按 這個好像用時間來 這個真的很難 要喔 不是 有 有啦 這個在那裡啊 有 這個也簡單 有了 阿德很簡單 2 阿德有 可以 有 它很強耶 OK 好 你是看狗 蛤 好 你擁有狗眼 它擁有狗的視力 好 狗眼耶 好 這麼厲害 看人低 看人低 好 厲害 他看人低 要這樣 真的嗎 狗眼啊 對 它這個 它這個是24分 24分是好耶 好 好耶 所以叫狗眼了 Good 狗眼 Good 這很厲害 狗眼 狗狗 沒有看 好帥喔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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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檢查其實大家可以玩玩看 好 就是說可以測試你那個 第一個就是說你 你的色覺敏感度 對 剛剛有幾個就是 幾乎都快要看不到 然後感覺好像隱約有看到一個 對 隱約隱約 對 但這個分數高低呢 就是大家參考就好 然後就是說 可能有時候你可能眼睛比較疲勞 比較累 對啊 對 也有贏 對 然後這個遊戲就是有色盲的人不適合 對 好 太開心了 所以起碼今天收到一個狗眼的一個稱號 謝謝 好 好